常常使用国道的驾驶朋友呢又有了最新的选择了 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使用者 ETC业者呢再推出新的方案 以后不用花一千多元买车上机 消费者可以考虑用二十块钱来乘租一台车上机 试用到喜欢了再买 冲刺ETC的使用人数业者现在释出大力多 原价一千零三十九块的OVU 现在消费者可以用租的 而且租金只要二十块 如果您想试试看ETC好不好用的话 您可以用月租费二十元 月租费二十元只要一杯珍珠奶茶都还不到的价钱 它是通行费都有九五折 以二十块的月租费来计算 因为是用九五折优惠 每次通行可以扣款三十八元 比起自己买回数票跟付现的四十块钱来说 只要经过超过十个收费站就能回本 也让消费者很心动 以前在办理这个的时候 常常都是动不动都是几百三千这样子 我相信二十块应该是蛮诱人的 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租一台回家试试看 业者乐观预期 不同的试用方案将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的使用者 本体的试用方案将可以增加四十块钱